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拱門生回廊 充滿古典美的豪華老宅 信誓百年歷史古厝 战前輸錯 美麗又夢幻繫紙新地標啊 第一座跨基隆河的協章結構景觀橋 星光橋 獅頭山下香長大皮 桃花池畔水仙花開 不走這個超美的四房景點 你保證會後悔的喔 紅龜粿 綠豆糕 黑龜粿 老字號的紅龜墊 是繫紙最在地 最代表的好味道喔 耶 大家好 我是帥氣活潑又可愛的主持人蘇格格 今天啊 U-buy 趴趴 GO 要帶領大家到星光橋 基隆河畔 以及附近的市區走走 現在就來借 U-buy 啦 GO 從汐止火車站 北出口右轉 走過汐克路 到了南昌街的旁邊 就是 U-buy 租借站啦 哈哈 我要在這裡借了 U-buy 後 準備出發 開始今天的行程 在汐止車站北站的 U-buy 站出發後 穿過大同路 你就會看到一處有百年歷史的古錯 站前蘇錯 沒錯 蘇格格的錯就是蘇錯 從外看盡蘇錯 正面有七座拱門 二樓左右的兩面呢 也有許多處的拱門 多拱門啊 就是蘇錯的特色之一喔 而且蘇錯一二樓回廊都很深 深核色的紅磚也是蘇錯的特色啊 讓這棟老錯看起來真的是充滿著古典美 但是由於蘇錯啊 現在都還有人居住 所以奉勸大家 蘇錯僅供遠觀 不可卸萬太過親近喔 看完百年古蹟蘇錯 沿著充滿綠意的茄東西畔提防道路 往茄東西的河口前進 發現這兒啊 還真的是別有洞天 花花草草的綠美化 把單調的提防小徑變得非常的輕優啊 沿著一路的綠意騎到基隆河 左岸車道上時 這就是警工自行車和行人行走的專用道 大人在這邊啊 可以很放心的 讓小朋友們在這裡騎自行車 或進行各種活動遊戲喔 從茄東西河口步道 往基隆河上游走沒多久啊 我們就會來到國泰醫院旁邊的 喬東景觀園區 騎U-Buy的朋友們啊 也可以把U-Buy先在國泰醫院 夫界站還車 再步行前往河濱公園綠帶 喬東景觀園區 僅僅靠著基隆河 往基隆河裡一看 可以看到好多珍貴的候鳥 流鳥等鳥類在棲襲覓食 園區裡有許多座涼亭與石儀 騎車累了 還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喘口氣啊 青山綠水環境清優 加上可以順便賞景賞鳥 真的是一個非常舒適於人的景觀園區喔 我們休息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往戲子的新地標 非常期待的星光橋 我們前進囉 嘿嘿 你看到的現在就是2014年10月份 虎王宮的星光橋 你看一下它的造型 是不是很像麥克風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至少我盡力何為 搞得我也很想報名選秀比賽啊 我如果去報名參加的話 應該至少可以拿到第八強 我們的這個星光橋啊可以說是 第一座跨越基隆河的景觀橋 你看一下它的造型喔 呈現S型的設計感 我啊現在交到橋上來看看 Let's go 星光橋的結構啊 屬於單斜塔斜張橋的結構 整座橋都沒有落蹲在基隆河裡 橋柱最高點高達75公尺 加上左右兩側的張立剛鎖長短不對稱 讓星光橋看起來更是特別 先生不好意思這邊有人坐嗎 沒有啊來坐啊 一起看看風景吧 對啊這邊感覺還不錯耶 不錯喔很漂亮喔 汐止區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座橋 它就剛好跨越基隆河 這個橋喔 這是去年我們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做的一座橋 它的名字叫星光橋 你可以看一看它那個有個麥喔 像麥克風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造型 取麥克風的造型 就好像以前不是有那星光邦嗎 有操偶嗎 對對對 那他們都是靠著麥克風起家的 所以我們這是因為這個橋叫星光橋 所以它的造型上面就設計一個 像麥克風一樣的東西 那晚上的時候星光燦爛 是 非常的漂亮 所以叫星光橋 欸你怎麼好像還蠻懂的 你是這邊的在地人嗎 欸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就是這麼橋 我最好就是這裡的區長 你這是汐止區區長喔 是的 那跟我們觀眾朋友自我介紹一下 您大名 大家好我是汐止區區長 我是徐開宇大家好 喔那這個橋這樣規劃 難怪我有時候也是開車路過 就是這邊星光燦爛 下面是什麼樣的 什麼Shopping Mall 原來就是這個星光橋 有啊這個地方其實很特殊 你看這個橋左右兩岸正好跨基隆 那在全國地方來說很少這種樣子 像新北市其實目前有三座橋 類似這種 那這是其中的一條 叫星光橋 那以前這一段呢 兩岸通閒很不方便 那尤其像我們星光橋的這一岸 是 那香腸這一岸 那有很大的腹地 非常漂亮 是 那如果可以在這邊做一道橋的話 可以把這邊建成里 城中里的里面 就建立這條橋 不管你要騎腳到車也好 或者是說你要走路也好 直接到這邊來 那利用這邊的腹地呢 然後做個通行或者娛樂 而且這邊的自行車道 還有這邊的自行車道 兩邊的自行車道都非常好 是 是 那分別可以通行到無睹啦 或者是到內湖啦 南港啦 那自行車道非常便利 像現在我們其實 市場區有18個U-Bike在 像你今天騎U-Bike 對 那利用U-Bike 走這個星光橋 到基隆河的兩岸來 是 散步也好 或者是遊玩也好 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白天時 星光橋醒北線 像一支大麥克風插在河岸邊一樣 到了晚上呢 搖聲一遍 整座橋升到橋塔上面的LED燈泡 也會不斷的變換顏色 而讓星光橋變得更美麗又夢幻 基隆河水同時映照著 星光橋的璀璨光雕 因此無論是搭火車 還是開車走高速公路 經過戲子 都會被星光橋它那個亮眼的光雕啊 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星光橋的兩岸 還特別規劃了大廣場 和好多的停車位 遊客開車來 或騎自行車來 都非常的方便 搭火車的民眾 如果你在五毒火車站下車之後 只要步行五分鐘 就可以來到星光橋了 而蘇格格我呢 騎著最方便的U-buy 從星光橋跨越過基隆河兩岸 嘿嘿 我也輕輕鬆鬆一下就來到對岸了 過了星光橋後 往基隆河上流方向走 發現星光橋附近基隆河的北岸 南岸真的大不同啊 南岸呢它是高樓大廈密集 像有規模的大都市一般 而北岸的大樓社區明顯少了很多 一眼望去啊 最多的都是綠色的大自然田野與山鑾 很有鄉下的FU啊 而北岸的江藏抽水站旁 河濱公園的開放空間 也明顯比南岸的橋東景觀園區大了好多 這邊的河濱綠地 有一大片的遼闊草原 還有球場 清水步道 涼亭 有時甚至有好幾隻水牛 在基隆河畔悠閒吃草 再加上幾隻鳥群起飛 哎呀 看得真讓人感覺世外桃源心曠神 蘇格格聽說 這個河濱公園走到底 這個鄉長裡啊 當地居然還有個非常值得意有的無名湖 欸 這個湖感覺還蠻漂亮的耶 這裡是哪裡啊 我要來下去看一下 欸先生先生先生 請問一下喔 我剛剛在上面看到這邊有一個蓮花池 非常的漂亮耶 你可以介紹一下這裡嗎 這裡喔 這裡以前叫做雙丁柱 雙丁柱 這棵叫做雙丁柱大筆 是 以前喔 整片是一個大池塘 以後那個社區來蓋的時候那個土 把它推下來 就變成兩個池塘 喔 所以這以前是廢土就對了 對 那這邊怎麼會有階梯咧 階梯是 我做梨長的時候 把那個和我兒子把它鋪起來 所以你是梨 梨長婆喔 對 今天很奇怪 要不遇到區長要不遇到梨長 那這樣梨長婆你可以介紹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植物嗎 這個植物喔 這個是荷花 荷花 它每年到10月就開始冬眠了 冬眠到4月 是 現在就是開始在長了 慢慢長越長越大 是 那就再長一大的話 6月就開始開花了 它除了那個蓮花之外還有呢 荷花蓮花之外還有 旁邊這個叫做水 我把它命名叫做水仙花 水仙花 它有四種顏色 是 紅白還有那個紫色 是 開起來也很漂亮 但是花蓮比較短 所以這個小小的池 它就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很漂亮的池 有喔 裡面的魚喔 還有魚 也有鯨魚 出鍋魚 還有這個古早 叫做古代 是 聽起來好像蠻好吃的 那裡面土裡面還有 土裡面還有一些蠶杯 是 好大喔 是 所以動物植物都有 那你聽你剛剛說 這個虎是被切成兩半嘛 對 所以這個是小虎 對 那還有大虎 後面還有一個比較大 更漂亮 更漂亮 那請里長伯帶我過去 那邊還有一根 好多鳥喔 走走走走 我們來去 里長伯那個鴨子怎麼就這樣 又靠過來啦 因為那隻 那些鴨子是我養的 真的嗎 他看到我 就好像有東西吃 他就會跑過來 是喔 這鴨子這麼會認人喔 對啊 他們應該有投你一票喔 不是 有了大家來欣賞 所以你等於真的是長年在這邊照顧 你對植物也熟悉 然後連鴨子都認得 那這邊呢 哇這邊是 那個是什麼白鹿絲 白鹿絲 那灰色的是夜鹿 嗯哼 夜鹿跟白鹿絲 他們都住在一起耶 對 住在一起 他們是在那邊築草喔 對 那阿湯喔 那冬天他都會走了 喔齁 那四月 嗯 天氣比較熱他就回來了 喔 那他會待到幾月 待到冬天 待到差不多十月 那十月到四月的這個冬天 他們是住哪裡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喔 那我們待會訪問一下他們 喔 好 欸 里長伯你說那個鴨認識你喔 你要不要現場示範 你call一下他們 現在 現在坐在那邊嘛 我把他叫過來 那你來叫一下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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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叫他已經跑過來了 欸真的耶 他們在過來了耶 他有東西吃啊 我餵他的時候就會把他喊一下 那我可以叫叫看嗎 好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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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覺得我們觀眾朋友 下次來學里長叫一下 他們誤以為是里長喔 對啊 好可愛喔 好 來給他吃東西啦 哇這個 這個喔 丟下去它會沉下去 要把它弄碎一點 要弄碎一點 不知道它本來就碎了 喔 啊對這樣可以這樣 這樣是飄著 原來無名湖除了叫香掌大皮 它的舊名啊叫做死骨皮 因為位主細紙的偏鄉地帶 所以這個湖呢 它的環境啊格外的輕優 雖然這死骨皮沒有細紙的夢湖 翠湖那麼有名 但是它的面積 可是比夢湖翠湖還要大的很多啊 奇奇又拜累了 就在湖邊小些一下 眼前湖邊都是綠色的自然美景 還有好多種鳥類啊 也來到這個湖邊 七夕以覓食 遠望湖邊 還有繫紙名山之一 獅頭山 它就在不近不遠的地方矗立著 有這樣美麗又田徑的私房景點 還不趕快來走走逛逛 那真的是抱遣天物 太可惜啦 離開死骨皮 過了長安橋 就來到了無獨火車站附近啊 這裡是基隆河畔自行車道的終點 據說新建這個車站啊 當初是為了作為運煤之用 煤礦產業沒落了 如今老街啊也幾乎變成空城 但是附近的寶藏公園一帶 卻是無獨的新發展區 現在啊 新大樓新社區不斷的在這邊蓋起來 還有啊 這個寶藏公園的U-Bi站 可是所有U-Bi站中 最東邊的一個豬借站喔 唉 老闆有沒有Menu 不少好餓喔 你有沒有那個推薦的那個招牌的料理 有我們這邊有番茄海鮮一家裡面 然後菠菜蘑菇蛋酒 跟菠菜蘑菇拌尼泥 那三個全部上好了 我通通都要吃 好 哇我們的三道招牌名菜一下就上來了 老闆老闆你這個可以介紹一下 這道什麼這道什麼 這道是菠菜蘑菇蛋酒 喔啊這個咧 這是菠菜蘑菇拌尼泥 這是班尼迪克蛋嗎 對 那接下來你推薦我要從哪一道菜開始 先從這邊好了 先從這邊喔 對 好這個算是你很有信心的 這個叫做 番茄海鮮義大利麵 番茄海鮮義大利麵 這個我們在很多義大利麵的餐廳都吃過 我們看你們家有怎麼樣的不同 在醬料都是自己現煮 唉唷 是是是我來吃一口看看喔 真的香真的入味 而且味道不會太重 它有種清香感 那你們這個麵我覺得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我給它80分 因為真的很香 我很嚴格啦 差不多70分就可以參加那個美食節目了 你們是80分的level 然後我現在來再試一下這個好不好 我試一下這個 這個好了 這個叫做什麼 菠菜蘑菇蛋捲 菠菜蘑菇蛋捲 對 所以它是蛋捲裡面包菠菜蘑菇 對菠菜蘑菇跟起司 菠菜蘑菇哇這聽起來就非常的好吃 我要來吃一下 哇這裡面真的是有起司有蛋 然後還有這個菠菜 菠菜起司蛋捲 蘑菇蘑菇在哪裡 蘑菇可能吃就有感覺 吃就有感覺 好 這個菜香 哇這口感進去什麼都有 應有進去 蘑菇其實是蘑菇跟蛋的味道 通通混雜在一起 對 非常的營養 而且真的菜色不錯 就你們家的德菜喔 味道不會太濃 嗯 然後是比較清 就是比較清淡的感覺 對 然後還有回香回甘 像泡茶一樣 我覺得非常好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 好 班尼尼克蛋 我也來吃一口 你的班尼尼克蛋 味道很特別 是酸的 是稍微再一點點酸 再一點點酸的味道 因為通常用荷蘭醬 人家吃到最後都會膩 因為是奶油的關係 對 所以用再一點酸 吃完以後 就不會那麼的膩 而且你們麵包 是不是有特製過 很有嚼勁耶 對 我真心推薦這家餐廳 真的是好吃 你們的東西會讓我吃了 下次還想再來 因為你們每一道料理 都有它的特色跟風味 而且就感覺很健康 又有入味 然後又不會油膩 又不會讓人家吃到很膩 欸 妹妹 你怎麼一個人在這邊吃東西啊 你幾歲 八歲 八歲齁 你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齁 我也沒有耶 好啦 我再來問你說 你今天點的是什麼餐 太陽蛋的早午餐 太陽蛋的早午餐喔 你吃了以後覺得口感怎麼樣 無法回答對不對 沒關係 你的對面有一位大人 這位想必就是你的媽媽嘛 媽媽 你覺得跟他一起 想用這個太陽蛋早午餐 你覺得他口感怎麼樣 很棒 很棒喔 很好吃 你來這邊 常常來這邊消費嗎 對 還滿常來的 然後你們來消費就是母女兩個人 點一道菜 不一定 因為今天比較吃不下 所以我們就點一道 好 那有時候我們就有點不一樣 是不是 喔 U拜祈的一天 我看喔 待會兒回家 肚子一定會有點餓 我還是買個點心來吃好了 欸 這位先生喔 你知道那個細紙區啊 哪裡有比較好吃的點心 值得買的 喔 細紙的話喔 細紙當然我們這個附近喔 有一個紅龜餅 它是百領導店 它生產的東西喔 品質都很好 在這附近的人喔 幾乎都會來這邊消費 喔 你怎麼會吃到這麼多喔 看你的衣服 你該不會是 城中里的里長廖浮賢里長吧 對… 因為剛好他 剛好在這一個里 我剛好路過來這邊 表示說可以的話 我幫你介紹一下 紅龜餅店就在這個地方 喔 就在這裡喔 我剛好來到這邊 好 那我們來進去看一下 注意一下 歡迎歡迎歡迎 老闆 你在忙什麼 我在 百年老店 我看到上面寫 細紙紅龜店 百年老店 你們經營的有100年喔 有 100多年了 100多年喔 那等於是從明朝末年 正成功時期就開始了 大概清朝啦 清朝 對不對 100多年是清朝末年啦 你們的正店之寶 我看就是紅龜粿對不對 對 紅龜粿 你們有幾種口味 有四種 有四種 但是賣到現在剩兩種而已 紅豆跟花生 另外兩種呢 賣完了 賣完了 所以要買的話早一點來買 對 那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這個是花生口味 對 它這個紅龜粿它的內餡 還是它口感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有啊 我們就是比較Q 所以比跟外面比 一般人可以放一天 我們可以放兩天 那所以你們最強的是紅龜粿 除了紅龜粿之外 你有沒有還想要介紹給我們 我現在最夯就是蛋糕 蛋糕 這個介紹 來… 這是水蒸蛋糕 水蒸蛋糕 水蒸蛋糕 一般蛋糕印象中都是用烤的吧 然後這蛋糕是用蒸的 我看到上面寫鹹蛋糕 對 所以它吃起來是鹹味喔 有點甜有點鹹 那這個也算是賣得很好 對 這是… 這是在南部拜衡 我們北部很少做這個 然後… 因為我們是老店啦 就會做這個 紅龜粿 鳳梨酥 麻糬 粽子 綠豆糕 烏龜粿 鹹蛋糕 哎呀 好像在唱剉冰舞啊 好多點心都是我喜歡吃的 而且因為老字號生意好的緣故 每天店裡的點心啊 幾乎都賣光光啦 所以老闆可是天天都在趕工喔 百年紅龜店裡 所有的產品都是超新鮮的 尤其過年過節 這家百年紅龜店 可都是得大牌長榮排隊 才買得到他們的產品喔 這位先生不好意思打擾一下 你是來這邊常常來的常客嗎 對 對齁 你現在來買什麼嗎 菜頭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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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的菜頭粿有什麼特色嗎 這個好吃 還有衛生 手工做的 還有真空包 就衛生又好吃啦 所以你常常來這邊買 所以你常常來這邊買 好吃 還有 菜頭 你知道這是一百多年嗎 知道啦 這百多年嗎 所以你從小時候就開始來這邊買了嗎 買比較大的 他也活了大概一百多歲 菜頭吃百多年了 對 這位小姐請問一下齁 你這個就是在剛剛老闆有講的鹹蛋糕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本來齁48歲了都瘦不下來 然後就吃這個啊 吃一吃就一直瘦身 然後就不吃飯啦 就吃這個 早上半顆 然後中午半顆 晚上吃飯 哇 那你本來是幾公斤 本來七十幾 哇賽 現在只剩二十幾耶 六十幾啦 六十幾 那你是十幾年以後 忽然這樣瘦了十多公斤 只有十三個多月而已 十三個多月瘦十多公斤喔 對 哇賽 哇那這個鹹蛋糕我看真的還不錯 它真的可能是低熱量齁 因為它低熱量啦 然後低檔固醇啦 而且它每天都新鮮 現做的齁 我每天來買這樣 我每天就是 早上半個 下午半個這樣 我看到你盤子裡面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咖哩酥 是我女兒最喜歡吃的 它裡面就是包咖哩雞肉嗎 咖哩豬肉 咖哩豬肉 對對對 然後如果是 晚上如果我沒有吃飯的話 就吃兩顆這個 一個晚上吃兩顆 也會瘦十幾公斤 這兩個 不能就是吃飯 喔 就兩個就第一個晚餐 因為每天也是要有一些熱量啊 如果只要吃這個熱量不夠啦 所以晚上如果沒有煮飯的時候 就兩個 健康減肥又養生 哇這家店 我覺得經營百年 有它的道理在 這家店沒有防護劑啦 是 啊這個只要你放在 放在外面沒有收 明天就 就花美了 所以說 這就要天鋼餡 還不可以餡好吃 好啊 今天啊渡過了一個非常豐富的行程 有非常漂亮的風景 星光橋 還有百年老店 紅菇櫃 而且啊走在路上 不知不覺的 居然遇到了區長 跟兩位里長 真的是非常豐富奇妙的旅程 那我們今天U-buy papa go 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週再見囉 我要來還U-buy喔 icles 片 plate 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